美國揭露 俄羅斯總統佛拉基米爾普京 正在大規模燒減烏克蘭領土上的烏克蘭人口 並且用新的俄羅斯居民取代這些烏克蘭居民 莫斯科所做的這一切 都是為了在他入侵略奪的烏克蘭領土上 進行虛解的公投所做的極端努力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提出了這個指控 其實之前也有一名國際調查員發表了同樣質疑 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軍隊 將人口從烏克蘭移到外國 尤其是烏克蘭的兒童 布林肯直言不諱地指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雙方 這種異常的人員流動 和普京下令舉行的所謂全民公投 聯繫緊密 這次虛解的全民公投在普京全速推動 一個旨在正式確定俄羅斯對部分被佔領 烏克蘭領土擁有的主權主張 欺騙性的政治進程 再加上俄羅斯軍隊在他們控制的 烏克蘭部分地區進行的過濾行動 這樣更加令人擔憂 布林肯告訴聯合國安理會 現在這樣是一種窮空極惡的策略 用暴力將一千上萬的烏克蘭人趕出家園 用巴士運送一些俄羅斯人代替烏克蘭人 召集投票操控公投的結果 顯示了幾乎俄軍入侵佔領區的人都一致支持 烏克蘭領土加入俄羅斯聯邦 俄羅斯發動的虛假公投已經在星期五 9月23日開始了 去到下個星期二9月27日結束 而這個公投進行得非常匆忙 正正是莫斯科宣布這個日程安排的 近近幾天之後 俄羅斯前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 在普京領導之下 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 他揚言推定的投票將會確保世界的地緣政治轉型 將會變得不可逆轉 我們知道佛拉基米爾普京在做什麼 他正在計劃捏造那些公投的結果 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佛利 和聯合國安理會演說的時候指出 他正在計劃用他來吞併烏克蘭的主權領土 他正在計劃用他作為進一步的藉口 去升級他的入侵 莫斯科為期四天的投票進程實在太匆忙了 根本就沒有任何舉行的基礎可言 俄羅斯計劃吞併烏克蘭的四個地區 正正就是烏克蘭部隊和入侵的俄羅斯軍隊之間激烈戰爭的地區 與撤尼平民相反無用質疑對被莫斯科用旅遊巴強行送入俄軍 佔領區進行投票的俄羅斯人 戰場上的血腥施殺令到他們的生命安全處於極大的危險境地 俄羅斯國家媒體塔斯社都承認了這一點 他說現場投票只會在9月27日舉行 而在其他日子出於安全原因 投票將會在社區以逐家逐戶的方式組織進行 似乎就算用大量俄羅斯人去取代當地的烏克蘭人 都沒有辦法保證公投的結果就是克里姆林公想要的 因此莫斯科當局就推出了一個離奇的措施 在俄羅斯國內進行的投票都是有效 可以計入公投的統計裡面 決定烏克蘭主權領土的貴屬 俄羅斯官方媒體揚言 一些投票將會遠至莫斯科的地區進行 塔斯社聲稱 赫爾松地區的居民將有機會在克里米亞 和包括莫斯科在內的一些俄羅斯城市投票 除了他們的家鄉 那裡已經建立了8個領土和198個地區選舉委員會 普京下令俄羅斯官員迅速衝向全民公投的舉動 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情勢緊密相關 最近兩個星期 烏克蘭發起驚人的大反攻 並取得了軍動世界的重大勝利 烏克蘭收復了東北區的哈爾科夫州周圍的大片領土 同時烏克蘭部隊向東南部赫爾松州附近陷入困境的俄羅斯軍隊不斷施加壓力 正如一位親俄分析人士最近承認了那樣 赫爾松其實只是烏克蘭反攻穩步推進的地區之一 在整個戰線上俄羅斯軍隊幾乎搖搖欲墜 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這星期報道 俄軍對這些克里姆林宮企圖攻投的烏克蘭領土中 大多數的對區其實都沒有實際的控制權 這個原因就是為什麼克里姆林宮變得如此貪婪和絕望 普京發動而且執意推行抗日前九的入侵戰爭 做到了越來越多俄羅斯本國人民的反對和抗議 據文 星期六9月24日 在俄羅斯國內城市舉行的反戰集會上 有700多人被俄羅斯當局拉了受監 俄烏戰爭持續 近期烏克蘭在哈爾科夫等地大舉犯工 並且收叫了很多俄軍在撤退時扔下的武器 其中驚奇地發現了很多無由中國製造的迫擊炮彈 不過外界判斷認為 這些應該是中東歐國家的阿爾巴尼亞提供給烏克蘭的 但是遭到俄軍的搶奪之後 才再回到烏克蘭方手上的軍援品 另外根據《大紀元時報》報道稱 一名炮彈牽引出了一段中共不適血本 用來支援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歷史 17日 追蹤俄烏戰爭的Twitter 烏克蘭武器追蹤器 發布了一段影片 他說 烏克蘭的士兵撿獲了一批遺留的武器 其中包括了幾顆由中國製 63式 60毫米的迫擊炮彈 在影片裡面可以看到炮彈上面寫了簡體的中文大字 而且在包裝盒上面都可以看到簡體字 烏克蘭武器追蹤器指出 這些迫擊炮彈是在1975年製造的 不過俄軍並沒有在戰場上用過60毫米口徑的迫擊炮 所以這批炮彈並不是由中國提供給俄羅斯 很可能是俄軍在烏軍矯鑊之後 在俄軍撤退的時候留下被烏軍收回 他也認為其實這些炮彈應該是來自於阿爾巴尼亞的軍事援助品 因為在今年3月 亞國曾經表示會對烏軍援助 但卻沒有透露這個細節 根據《大紀元時報》報道 自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中共還將亞共捧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 報道中說 1953年蘇共在最高領導人史達林過身後 繼任的克魯說夫 因為與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很大的分歧 所以發動了去史德林化的運動 當時亞共地獨裁者因維爾貨查 看到了與中國結盟 不僅可以擺脫蘇共的控制 亦可以找到新的庇護國 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就認為 可以趁機在歐洲部署一座橋頭堡 用來挑戰莫斯科在東歐的強勢地位 由1960年起 兩黨就建立了同自家兄弟的友誼之情 報道中說 1960年至1970年 特別是中共文革期間 中共對亞爾班尼亞可以說是不計血本 甚至不惜犧牲本國利益為代價給予扶持 雙方曾經簽訂過價值1.25億美元的貸款協議 其中軍事物資佔了43% 中共的援助項目總共有142個 其中已經建成的91個任務包括鋼鐵、化肥、玻璃和加工 造紙、製鹽、製酸、索料等 軍事等新的工業部門 並且增加了石油、電力、建材、煤炭、機械、傾工、紡織、通訊和廣播等部門的項目 因而大大提供了亞國的工業化水平 曾經短暫出任過中國駐派阿爾班尼亞大使的錦標 也在回憶錄中提到 中共對於亞國的援助金超過90億元人民幣 如果換算到現在即是大約9000億元人民幣 當時的亞國人口只有200多萬人 尚多遠每一個人在中國那裡獲得超過4000元人民幣 但是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一年才只有200元人民幣 期間還包括了三年大饑荒和十年的文革經濟崩潰 軍事援助方面也遠遠超過了亞國自己國防的需要 報導聲稱 中亞兩黨之間的關係由70年代就開始走下坡 尤其是中共方面主動緩和和美國的關係之後 在1978年中亞建立了的夥伴18年之後 鄧小平終止了對於亞國的經濟和技術扶持 雙方聯盟關係就此結束 而當時的亞國還批評中共國系修正主義 隨著東歐共產國際的解體 亞爾班尼亞在1991年放棄了一黨制 繼而逐步推行民主化 並且在2009年加入了北約 引進西方的先進武器 所以前蘇聯和中共的武器裝備 就被收入了亞國的倉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